大家好,我是Irvin 那我現在要來報告就是 今天是Ridescom第二天 然後我來報告我們 我在第二天裡面看了什麼東西 那 在 議程的 在報告議程的內容之前 先念一下就是剛剛 的那個 太陽報 The Sun的標題 英國太陽報的標題 Belgian knife attack Belgian knife attack Brussels Belgian knife attack At least three people endured Outside Turkish embassy As national vote In reform Refedune over handling Erdogan more powers 後面那邊其實 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是土耳其大使館外面今天有那個 今天有攻擊案 然後 然後 我發現說我昨天其實有走走進過那邊 就從那個派提現場走回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就是 就是為什麼對面是那個 對面 有很多人 然後 路的這一邊還有警察 還有那個 還有軍人跟軍車 原來是他們土耳其大使館正在投票 好像就是遠 遠端投票 然後這邊好像是一個投票所吧 對啊 然後今天 議程到下午的時候就是一直有 外面就一直有警車 警車跟那種救護車那種聲音 然後 就是 就是 原來有這麼大的案子 那 不是重點 重點是就是今天的議程 那 我今天聽了 1 2 3 4 5 6 7 7個議程 對當然不是我全部都醒著了 那 第一個是早上9點 就是 真的都很早啊 每次這種活動都是 起超早的 早上9點一開始去的第一個議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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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 那他是在demo說就是 在一些國家 然後就有一些人會直接 就有那種社群 自己建自己的Wi-Fi 不是建自己的Wi-Fi 是自己建自己的網路 那他的網路是怎麼樣子的 就是說 可能是在一個 小鎮 然後 幾個 幾個基站 然後就 涵蓋的人數可能就幾百人這樣子 這樣子的網路 對那 那 這個議程的標題是 的名稱是 Community ISPS 對那 他們就demo了一些就是 有現成的解決方案 就是demo了一些他們 研究出來的解決方案 然後 一開始介紹的時候 有提到說 就是在幾個國家 像柏林啊 瑞典啊 甚至這樣子的國家 也有人在玩這個 就是 自建 自建網路 那 因為 為什麼呢 是因為就是 市場上的那些 即時 就是買了 就是可以即時即買即用的那些產品 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需求 像他們有提到一個 有個 例子是說 他們建了一個社區網路 那社區網路 社區網路他們 社區的人就說 他其實就是想要一個社區內的網路而已 他並不想要 連上網去網路 那他想要讓他們社區裡面的人 可以方便的交流 方便的溝通這樣 然後 然後 他一程中 介紹的時候 有提到有一個 geekkinet 應該是在 西班牙的geekkinet 就是他使用者 其實也有6萬人 這樣的東西其實也還蠻 就是還蠻有市場的 然後就是 由社群所擁有的社群網路這樣 好 那 他跟傳統的ISP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說社群自己管理 然後是 自己的 自己自有的技術導向這樣 然後 就針對那些 在這個模式裡面會受益的人 而設計 而 不值得 就是他跟傳統的ISP有模式其實就太一樣 對 那他們有提了他們所做 就是他們建了幾個地方的不同的網路嘛 那步驟有幾個 第一個步驟是要先選擇 要選擇適當的地點 然後適當的社群 然後第二個是設定 然後第三個是安裝基礎建設 然後測試 然後最後就可以 就可以 就是公開了這樣 那 通常都是用那個Mesh Network的方式來建立 那Mesh Network有現成的 現成的解決方案是叫做Mesh Potato 它是一個Loader 然後 搭配的軟體是LibreMesh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使用 他們最新 他們新人的一個案例 就是在 使用了七個Loader 然後就可以涵蓋 幾條街的範圍 總共 100個加戶 300個人 這樣子 這樣的範圍 那如果想要使用 就是更長 想要連接上網際網路的話 就需要用到更長距離的東西 就是 以他們的案例來講的話 他們離 最近的商業ISP 有在營運的點 有60公里遠 所以說就要用 長距離的那個 傳送器這樣 然後也是走無線的 不過 在他們這個案例 就是最後 社群 社區內網路很 營運的很正 很 很通常之後 然後他們就想說 他們要把它連上ISP 然後就變成說 得要 得要組一個 就是 得要組成一個 就是 怎麼講呢 社區的協會 然後才能 才能有法定的那個地位 去跟ISP談合約 然後 才能跟政府談說 要 要蓋 通訊塔 因為 長距離傳輸 也沒有通訊塔 都會擋不擋 好 那 這是一個 叫做 artigo19.org 的 組織 artigo19.org 那上面有一些 他們有提供 最後有提供幾個連結啊 一個是這個 artigo19 那另外一個是 commensionwireless.net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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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選的資料叫做 wireless network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這是 有一本電子書 在講這件事情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 找這本電子書來看 昨天有說就是今天要講快一點 但是今天內容好像更多 有點 有點 不安喔 第二個是 我今天去聽第二個議程是 摩尼拉的 主持的議程 那是 開發一個 線上 反 反 也不算霸凌的 線上反 這算什麼 哈 harassment harassment 對那 他怎麼翻譯啊 他包含了霸凌 然後包含了 線上的那些 語言 語言暴力 威脅 攻擊 這些東西 那 蘋果的字典講說 aggressive pressure or intimidation 反正是線上的這些暴力啊 這些恐 恐 恐嚇啊 這些東西的 對那 這個題目的 原起是因為有一位員工 他的 他 沒有聽得很懂說發生了什麼事 那總之他們家的地址 跟電話被公開在網路上 然後就有人 就是根據Google經營 找他們家的街 找他們家的外觀這樣子 然後就 打電話到他們家去之類的 反正就是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被人家就是 人肉搜索就對了 好那 摩尼拉的 成員就 就 在想啊 那有這樣子 摩尼拉跟 Kairos KIRS 跟 Horabek 的組織 這幾個組織的幾位成員 就在想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支持 發生這種事情的人 那 要怎麼樣可以建立一個快速反應的機制 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Session的主題 那這次 這不是一個演講的Session 這是一個 呃 也不是我想的 這是一個 參與的Session 那一開始 就其實就三個步驟 一開始就是第一個步驟 就是用 讓大家用Post-it的 然後去提出就是什麼 是 嗯 Online harassment 對 那就 像我剛剛講的 包含到霸凌 包含到 恐嚇 然後 線上的歧視 然後 呃 資料 就是人用搜索這種資料 個人演示資料的公開 這樣 這幾件事情都算 那接下來有一些 就是接下來就做那個 光譜 最模樣的活動 就是之前 常常都會這樣做嘛 就是有幾個問題 然後你最同意就站在最左邊 最不同的站在最右邊 然後大家就來講說為什麼這樣子 對 那 題目 沒有在我的筆記裡面 所以我現在一時想不到 那是我照片 回去的時候再找 有四五個題目啦 像是說如果你被 呃 你面對了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不 就是像 呃 我記得一個題目 一個題目是說如果你在線上 然後有人 留下 有人對你留下歧視性言論 你會不會去反 你會不會去反 恢復這樣子 對 那就像這樣子的題目 然後最後就是說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說 一樣就是回到Postit 然後讓大家來提說 如果我們希望有什麼東西 來面對這件事情的發生 對 然後就有些人提了 像是 求助專線啊 像是Guidebook啊 Case Study的資訊啊 然後 然後 等一下是一些資訊 讓我們 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在自己的組織裡面 建立 它的反應機制的資訊啊 之類的 好 那最後就是說 呃其實 就是 這幾個 自己為研究成員啊 一起 做了一個線上的文件 然後就收集了一些 就是步驟啊 資訊啊 相關的處理方法啊 資訊 那最後 重點是他會在 應該會在8月到9月的時候公開 好 那 第三個Session 第三個Session 是 我怎麼 我沒有Copy到Session的名稱 好笑 這個就是好 應該是Customer 出錯了 好 第三個Session 是 Connected Unconnected Innovative Way to provide Adominal assess to the Internet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Foreign 那Moeira的成員 有一位有參加 這個Foreign 是 YouChai YouChai 對 那 其實就是Moeira這邊的角色 就是說 就是提說 因為我們剛剛 剛剛 剛剛公開那個 Equality Innovation Challenge的 得獎 得獎 的大獎得主 對啊 那我們就是 以這個角度來講說 我們Moeira的話 是怎麼樣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連接那些 還未連接的地方 還未連接的 還未上線的人 這樣子 Equality Innovation Challenge 有一百個Summission 那Moeira認為是說 當我們在 第一世界或是 開發中國家 我們在想這件 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很難找到 正確的答案 那 以我們的角度去想 永遠都是說 就是 我們想要給他們什麼 而不是他們真的需要什麼 所以 Equality Innovation Challenge的 設計就是說 讓他從Bottom Down Bottom Up Bottom Top這樣子 其實就是讓 真正在那個環境中的人 提出他們需要的解決方法 然後我們來協助他們 我們來贊助 然後來協助他們 來協助他們 把商業化這樣 這是這個 比賽的想法這樣子 對 那 其實多 有大過 就是有超過 世界上 其實還有超過一半 的人 是還沒有連上網路的 對 那 嗯 Moeira跟 Google 跟 Web Foundation 的 成員 在這個follow裡面都認為說 就是 這個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辦法 以單一組織的方式來應對 就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組織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這是需要就是大家一起做的這樣子 好 那 這follow裡面有提到了一些可以 政府可以怎麼做的 的事情 那像是把 像是公開評譜 或者是把評譜 就是做非營利的評譜 那 或者是免費評譜這樣子 那 有限的評譜使用的各種效率嗎 那 或者是說 提供公共樂點 那很多國家都有公共樂點 像 但是follow裡面就有提到的一點 就是 今天就有人提到的一點 就是像是哥倫比亞 他們的公共樂點 有一部分是在 軍營裡面 這是 很誇張啊 那因為在軍營裡面 那 他們說就是女生就進不去 那就一半的人其實就沒辦法用到這東西 所以 就是 公共樂點其實還有一些問題 然後 政府可能要 可能可以提供 Infrastructure sharing 然後 寬品的建設嘛 然後 Neutrality 方面的一些 立法 之類的東西 那 那 就是不同的單位 各個 就是大家共同最強調 就是說 其實就是那個 要從稅上面去處理 因為很多地方就是 光是稅就佔了 網路連線費的 幾十%這樣子 那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 因為如果你降稅 就是最簡單 能夠解決這件事情 能夠降低上網門檻的方式 那 根據 根據 W3 不是W3C 根據 聯合國吧 我忘記哪一個組織咧 之前在那個NII那邊聽到 就是 每增加1%的上網人口可以增加 就是 可以增加相對應的多少%的GDP 所以它其實 如果你降稅 那促進網路的使用 然後 可以透過這件事情去增進 國內 反而是可以增進國內的經濟 對吧 好 那下一個議程 下午的議程 我第一個聽的是 Mobile Apps for Women's Safety How Effective are Mobile Apps for Women's Safety 那它是 印度的 兩位研究員跟 NST International 那個國際特色組織 一位研究員 的 Session 那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在講說就是 像印度 或者是像是 中南美洲 有很多國家 他們政府 或者是不同的單位都提供了 安全 就是安全求助的那種APP 就可能你在APP上 你打開APP 然後按一個鍵 它就會就是 把你的個人位置 然後或者是你 就是會照照片 或錄音錄影 然後傳送到警察單位去 讓你可以緊急求助這樣 那在印度非常多的單位都有做這個東西 就是各地的政府 然後各地的警察機關都有做 那他們就找了其中的25個最熱門的APP 就是最多人用的APP來研究說這些APP裡面的 就是安全性到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就發現說 25個APP裡面呢 有25 就是每一個都會傳送資料到SERV去 那當然因為要 push notification 或是要把你的資料傳送給 就是其他機關嘛 那就是你要上載資料 那25個APP裡面有22個 會需要你的那個 存取多媒體檔案的許可 那有24個APP會存取location 那 有4個APP會存取 跟 會儲存跟傳送音聲音 然後有兩個APP 還有就是 創立帳號跟密碼的權限 然後他們就是分析了這20個APP 就Android App所擁有的權限 然後發現說就是有一些 大部分的APP都要求了過多的權限 然後 另外就是我們也不知道說 他們怎麼去處理這些 這些東西上面所收集到的個人資料 或是所在使用的部分 都所談到的個人資料這樣子 這是在印度的一個研究案 的一個研究成果 那 快一下 咦我沒有記到它的網址 那基本上就是在那個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這是一個應該是在印度的發覺 的研究成果 那 那國際特色組織人 在這個Session的後半 就從國際特色組織來的 Dana 那Session的後半 就是介紹了就是他們跟 我們在世界各國所舉辦 嗨克松 然後舉辦的各種設計的活動 然後 所開發出來的一個 也是一個求助的APP 叫做Penny Button 那 看網站在PennyButton.io 現在也是紫蘭咀版 那他們針對的是 不是 就是針對的不是一般的求助 而是針對 參加 像是一些抗爭啊 像是一些遊行的運動的這些人 或者是人權 人權分子 當他們要去參加某些運動之前 然後他們可以透過這個APP 然後設定三個 三個可以即時反應的人的聯絡資訊 的電話 基本上就是電話 然後 如果他在運動的過程之中啊 像是就是重行證願之類的啊 然後被打破頭 他就可以直接就是 按三下那個Android手機 就是連續按那個Android手機的 按他手機的電源開關 然後這個APP就會開始啟動 然後自動傳送你的 最近的地理資訊 然後就是把它定位在Google Map上 然後傳送給那三個人 然後他是用簡訊的方式傳過去 然後 接下來他就會一直持續的 就是以固定的時間間隔去發送資訊 這樣子 那就是讓 你的緊急救援者可以知道說 你人到了哪裡 或者是指導是你的手機到了哪裡 然後可以提供 就是可以作為證據這樣子 因為有些政府機關會把人帶走嘛 就像是我們那個 就是現在目前正在發生的就是 有個人權 有個人權的那個教授嘛 那從澳門進了大陸就消失了 對啊 那 在其他 在 就是那些 人權 運動的人權運動者 層上 就是這個威脅是蠻常見的 很 是很 常見的威脅 所以國際特色組就做了這個APP來 來 促進這件事情就對了 好 那他們 他們是 完全是透過就是 海克松 各世界各國的 海克松跟設計 跟設計活動的方式 然後去 針對真正就是現場的狀況 針對真正的運動現場的需求 而設計的 對那 舉辦了幾十 幾十場的海克松 總共有 六百多個參 六百多個參加 五十個設計師 一百五十個人權工作者 二十個開發者 最後開發者這個APP這樣子 那 Penny Button 在Github上面 那他們除了做了一個APP以外 還另外也做了 你要怎麼準備 自我準備 才能去減少你的 呃...危險 的 完整的教材 完成的教材就對了 然後那個東西 就是完整的資訊 那個步驟也都內建在這個APP裡面 這樣子 好 那可以搜索 嗯...國際特色組織 NST International的一篇文章 叫做 Security Community Lessons from the Penny Button Experience 那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那... 那它是Open Source的APP 然後它有一些 它還有一些就是不完善的地方 像是在某些特定的手機上 會發出假警報 那他們就說反正就是 就是沒有資源可以測試所有的手機 然後去針對所有Android手機去 去做修復嘛 那某些特定的Android手機上好像會 那他們還沒有抓到就是哪些 或是會 就是為什麼這樣子 那... 所以就需要大家去貢獻 如果... 就維持寫程式的人 然後有Android手機的話 可以去研究看看 可以去下載下來測試看看 好... 那... 接下來下一個我聽的議程是 Corporate Sponsorship of NGO and Conference 然後Essic and Dependence 就是說就是... 總之是企業贊助NGO 或者是企業贊助... 研討會的... 的... 道德問題 對... 那這個議程是一個Foreign 然後有七八個參... 七八個參加者 對...但是我... 這個時間點我真的沒... 就是這個議程我真的沒有聽到很多東西 沒有...沒有聽得很清楚 因為... 在這個時間有點... 謊神了 好...那... 今天的最後一個議程還蠻精彩的 最後一個議程 去聽的最後一個議程 五點的議程是... 那個... 情趣玩具的安全性 那... 有... 三個... 講者 一個是牛津大學的... 研究員 然後一個是... SSNOW的... Policy 然後還有一位是律師 是... 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的律師 對... 那這個牛津大學的研究員 他其實是資安... 的研究員 他以前都是研究其他東西的 然後他說這是他第一個 就是第一次... 他... 就是... 完全想不到說就是... 會有一天會來研究的情緒用品 IoT的情緒用品 這樣子 然後他舉了幾個例子 就是他們收集了幾個... 不同的產品 像是... Lovance Lovance Revive 然後還有Songite Songite 不知道是不是SOMEYE 這... 我沒有... 我沒有... 就是抄到那個正確的名字 正確的名字 然後發現說其實... 這些東西都有一些問題 那... 像是... 就是... 就是... 這樣子的... IoT的情緒用品 其實... 是有一些... 是有蠻多的...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像是假設如果你的手機被偷了 你的手機被害了 那... 你的... 你在使用這些東西的過程中 所產生的個人資料 像是... 像是... 照片啊那些的 它... 有沒有安全的保護了... 這些東西 那... 有沒有安全的保護了你的個人資料 那...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的... IoT的情緒用品本身被害了 的話 那是不是人家就可以去遠端控制了 那... 像是第一個... 他們第一個舉的那個產品的例子 叫Lovance 它是... 它本身還有視訊對話的功能 然後... 然後他們把它給... 就是... 呃... 牛津大學這位研究員叫做... 呃... ArthurRiser 然後把它給... 呃... 把他的IP... APK解開來 然後做那個reverse engineer 然後就發現說 這個APP它本身... 它... 視訊對話的同時 本身會在你的手機記憶卡上 儲存... 記憶態圖片 就是每... 每次視訊對話都會儲存記憶態圖片 那... 存在手機記憶卡上 那問題在哪裡 如果你手機被偷了 你手機本身有鎖住 但是記憶卡被拔掉 被拔掉 那... 另外一個問題是 它跟手機的連線 是用藍牙的 那用藍牙本身沒有問題 那它的預設密碼是0000 所以任何一個人就是 只要靠到... 只要靠近你旁邊 然後去試著... 去試藍牙配對 然後就可以連到旁邊 那... 第二個產品的問題是說... 收集了太多個人的... 資訊 這就是之前有... 之前... 呃... 有上新聞 然後有被告的... 的產品 包含了收集... 就是包含了你的... 就是它... 把你的email啊... 你的個人... 所在地... location data 然後把... 使用的behavior data 通通都上傳到了他們 通通都收集到他們... 他們 server上 然後就被... 不知道是在哪裡被告 忘了 那第三個產品是 SunEyes 那... 它會... 它本身有一個攝影機 然後它會一直... 它會把... 就是... 攝影機的那個視訊資料 一直傳送到手機上 整個 streaming到手機上 那它用的是WiFi 那問題在哪裡? 你... 它是透過WiFi跟你的手機連線 然後所以說就會... 碰到說... 因為WiFi就有SSID SSID是廣播的 那... 就有人錄到了... 他們去搜索那個... 線上的那個... SSID 對應資料庫 叫做... WIGLA WIGLA 然後就發現... 在這個資料庫上面... 找得到情趣用品... 的位置 就... 就它SSID是... 被收集到了 被那個... 可能是Android手機 或者是... 其他的手機錄下來了 然後就上到了... 就是SSID對... Location的那個... 對應資料庫上面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用WiFi的第一個問題 對啊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他們把那個APK拆開了之後 發現說... 裡面用了... 裡面用了... Sky Viper... 的... 程式嘛 那Sky Viper是什麼東西? 其實是一個那個... 四軸攝影機... 的程式嘛 所以說它... 它... 這個產品用了另外一個產品的程式嘛 這樣也超怪的 那第三個問題是... 一樣是預設密碼 就是它WiFi的預設密碼是... 8到8 然後... 這個... 這個產品... 就是那個研究員針對這個產品 他們特別深入去... 研究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說... 它本身是一個... 它本身是一個... 它本身是用WiFi跟手機連線嘛 它本身... 產品裡面... 有一個Embedded Web Server 然後... 然後就... 它就... TAILNATE進去 然後就... 反正是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 基本的一層系 然後就發現說... 可以就是透過WiFi... TAILNATE... 就是進去這個Web Server裡面 然後去取得裡面... 就是取得這個產品本身的資料 包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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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它... 產品本身使用的... 同時把... 的視訊資料也是可以取得出來的 所以說就是... 非常非常糟糕的... 的... 就... 非常... 安全性非常的糟糕嘛 對啊... 那以... 這三個產品為例... 就是... 結論就是說 就是現在的IoT的... 產品真的... 視訊上IoT產品... 的安全性都是... 就大概都是... 就是很糟糕的 不好呢 我們現在知道的就是... 除了... 這個... IoT的情緒用品以外 還有... 智慧家庭的東西... 智慧家庭裝置... 然後還有... 智慧的玩具... 像是... 昨天有提到那個... 德國的那個... Smart Dog... Casey... 對... 對話玩... 對話人... 對話娃娃... 這個IoT的東西真的是... 就是... 安全性都有非常大的問題 對... 就是... 這研究員發現的... 大家就覺得的問題 那... 那從律師那邊提供... 的... 律師那邊的觀點就是說... 既然... 它的軟體裡面到底有沒有任何的... 漏洞 那基本上... 只要沒辦法看它就是一定有 對... 我相信... 不相信說有任何就是... 任何... 呃... 商業公司或... 就是沒有開源的程式 然後我們可以說它裡面是... 可以相信它裡面是完全沒有漏洞 不可能吧 對... 所以說... 完好的一面想... 就是說... 如果... 這些製造商他們想要... 修理... 他們就可以修理它了 那我壞的一面想就是說... 如果沒有人跟他們講... 就沒有人發現有洞 或是沒有人跟他們講 或是... 沒有公共的壓力 所以要讓他們修理 那... 不會被修好 對啊... 那... 就總之最後... 就是... 然後還有... 就是像是... 而且... 更糟糕的就是說... 這些東西... 這些IoT的裝置... 也有各種的Sensor 各種的東西啊... 收集... 更... 收集很多資料 像是... 像是CNAP有一篇文章 是上個月的文章而已 叫做 Sex wearable is coming to check your performance and judge you 對啊... 所以說... 就是... 這是一個... 就是... 很... 很糟糕的充盲 就是他們收集了這麼多隱私的資料 他們... 需要使用這麼多隱私的資料 然後他們在做的是這麼隱私的事情 結果他... 又是很... 他的安全性又是很破這樣子 很... 很糟糕這樣子 那... 那... 在這場議程的... 後面... 後半呢... 其實就在討論說... 像現性的法律對於醫療裝置 或... 植入... 植入身體的醫療裝置 或者是... 植入身體的... 那種... 侵入性的醫療行為 有非常... 神非常嚴格的管制 那對這種... 一樣是到... 一樣是放在你身體裡面的東西 卻... 沒有... 沒有相對的限制 那法律跟不上就是目前的這些裝置... 的發展這樣子 所以... 呃... 我是認為說... 就是必須... 要從... 因為... IoT裝置的發展... 的... 普及的速度 並... 沒有辦法說讓我們... 呃... 就算是有一些安全研究員 也沒辦法就是每一樣產品都去檢查它嘛 就是... 產品普及... 產品開發的速度比... 遠遠的超過就是... 呃... 安全... 能夠做到的安全檢查速度 所以必須要從根本的地方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要從... 可能要從法律限制...法律面上面去做 那... 另外就是... 任何連接到網路上的東西都必須要是透明的 你這樣才有辦法去... Expect它 那... 最後還有討論到... 呃... 如果害入這些... 那這些情緒用品的... LOT的情緒用品 那到底... 算是怎麼樣子 算不算是... 就是性侵害 這樣子... 那... 以... 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樣...在目前大... 世界上大多... 大多數的國家的法律上 它都不被認定是性侵 那... 所以說法律就必須... 法律... 必須要改變 然後... 必須要... 跟著科技的進步去改變 來... 才能保護... 呃... 用戶嘛 那... 基本上就是... 安全研究員的現在的建議就是說 不要買這些東西 就是...它就是... 反正就是很危險就對了 對啊 那... 律師有提到說就是... 呃... 以美國的觀點來看 如果沒有任何的行為 它就沒有任何的犯罪 所以基本上... 害入你的... 害入... 這些東西本身並不是犯罪 除非它用這些東西來做一些壞事 這樣子 所以... 就這樣... 那... 這個問題是甚至是連第一世界國家的... 第一世界的國家的法律都還沒有辦法跟上這樣子的發展 所以必須要... 大家可以... 就是必須要好好的討論 然後注意這件事啊 好好討論這樣子 這是... 呜... 我想... 現在已經12點半了 我已經快睡著了 好... 這是我今天聽到的所有的議程 結果今天的時間比昨天還長一倍 好... 那大家可能會... 再問說... 昨天的影片在哪裡 呵呵... 昨天因為我用360拍 所以它... 拍了2G 那影片到現在還沒傳上去Youtube 之前網路超慢的 然後... 連那個... Chrome Pass啊 就是那個... RiseCon現場的網路 也是超慢的 人太多了啦 對啊... 昨天的影片現在上傳了 百分之35% 不知道今天跑不跑得完 昨天晚上沒跑 不知道今天跑不跑得完 好... 然後... 我現在錄的這個影片 35分鐘已經7.6G了 所以... 應該也傳不完 好... 掰掰